今天我在抖音上面刷到一个视频啊,挺有意思的 这个视频里面啊,有个小伙子跟一帮城管在争论 啊,这个小伙子好像是从事这个街头艺术表演的 就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嘛,在这个街头表演一下自己的这个艺术才能是吧 可能路过的人觉得他表演的好就给他五块十块的打赏是吧 现在很少看到,因为现在的话城管管得严嘛 对吧,你看这小伙子的话,他为什么要跟城管争吵 城管要赶走他,对吧 所以说这小伙子跟这个城管们争论 这小伙子说的很好 这小伙子说你们是为人民群众服务 我也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啊 我也是表演给人民群众看 有喜欢看的,对吧 他说你们凭什么那么凶的赶我走是吧 这小伙子说的有道理 他也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啊 对吧,他这个街头艺术表演的话 我们可以称他为这个街头畅业者 是吧 其实的话,我们中国人的话 自古以来就很多这个街头畅业者嘛 你比如像这小伙子这街头表演自己的艺术才能 啊,当然有更多的是啊 啊,街头卖东西的 摆地摊的就是说 是吧 自古以来就很多 一千年前呢 卖烧饼的武大郎的话 他也就是街头畅业者 自古以来就很多 但是的话 这些年是少了 为什么少了呢 因为这个城管的确管得很严啊 我听说很多城市的城管管得很严 啊,甚至有的城市 据说是城管来得比110还快 是吧 你这个 这个110来得快 他有这个来得快的必要 对吧 你这个城管 你这个来得比110还快 有这个必要吗 对吧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不是说城管不应该管 城管应该管 对吧 对这些街头畅业者 是吧 不管他是卖艺的也好 呃,这个 卖东西的也好 城管应该管 因为 你不管他这个 对吧 他可能是 你也摆 我也摆 你也摆他 我也摆他 把这个路都堵住了 这也有可能 是吧 不是说城管不应该管 但是的话 你也没必要管得太严 这个街头畅业者们 自古以来都有 是吧 我都说了 一千年前的武大郎 不也是个街头畅业者吗 大街上卖烧饼吗 对吧 这个 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你没有必要去管得太严 你说你来的比110还快 那不就把摆地摊的游击站的空间都挤压没了吗 对吧 呃,所以说我今天刷到这视频啊 我看着觉得很高兴啊 啊 这个小伙子说的好啊 你们是为人民群众那个服务 我也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啊 对吧 你凭什么这么凶的赶我走啊 对吧 啊 呃,其实我觉得 这个 我们国家 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 老实说啊 没有必要去去管的 城管去管得那么严 我甚至觉得就是说 你放开一点 我们国家的话可以有几千万街头畅业者 对吧 不要看不起街头畅业者 对吧 其实很多民营企业家的话 当年就是从这个街头畅业者开始的 对吧 你像我是浙江的 像浙江的话有很多老板 很多民营企业家 就是从这个街头畅业者开始的 啊 这里面甚至有 有有那个大名鼎鼎的 你比如说那个 郑泰街台的老板 浙江郑泰街台老板 南城辉 他就最初就是 在街头 补鞋子 修皮鞋 对吧 啊 那那是这个 这个人家 人家创业历史啊 十几岁就在街头 补皮鞋 对吧 后来你看人那么大老板 郑泰街台 是吧 啊 这个郑泰街台的话 你几万员工的 啊 知名民营企业 对吧 人家就是街头畅业者嘛 补鞋子开始 很多 其实很多民营企业家 就从街头畅业者开始的 对吧 对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观念 对吧 你没有必要城管 没有必要管那么严 对吧 你看这个这个 小伙子说的多好啊 他也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啊 对吧 你不要以为就你们为人民群众服务 他也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啊 对吧 啊 这个 这个市场也好 社会也好 有这样的需要 对吧 我觉得如果说放开一点的话 对吧 呃 这个我们国家可以容纳几千万街头畅业者 是吧 那不就解决了几千万人的就业吗 这个不得了 对吧 这个不得了 因为 这个 我听说今年有很多就是外地到这将来找工作的人呢 找不到工作 然后回去了 那不赔赔老本了吗 你别的不赔的话 你这个 对吧 路费不就赔了吗 对吧 所以说的话 这个 呃 你不管街头畅业者也好 其他畅业者好 就是说你你这个 你要给他空间 是吧 你你到处去赶到处去 他其实没有 这些街头畅业者他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 对吧 对吧 你何必比110还快 是吧 你去到处去 到处去赶到处去 这个 没这必要 是吧 啊 其实我觉得的话 就是你你这个城市有很多街头畅业者很多地摊 那烟火气那是挺好啊 怎么就影响四龙了 对吧 怎么就影响四龙了呢 这个是烟火气啊 对吧 当然不是说不要管 这个要管 他如果说是呃 把把这个路堵住了 或者怎么样 当然要管 对吧 但是的话 我们现在呃 包括很多县城 很多广场 对吧 就场地很大 你你让他摆个地摊又怎么了呢 对吧 他还解决自己的就业了 对吧 解决就业这这问题答的不得了 都知道我们国家的话 每年这个 多少大学毕业生啊 上千万 解决不了就业 对吧 他选择街头畅业 得鼓励他 得支持他 你到处去追他 到处去赶他 干什么呢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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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